这个合唱团是去年10月份成立的 就一开始的想法是 我想要在纽约找一个地方去唱中文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在网搜 我说我想找一个这样的团体 然后找不到 我能够找到的合唱团 都是唱一些英文啊 宗教歌曲的 我会感觉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那肯定有很多人 他们也想要唱歌 但他的这个兴趣爱好 可能不支持他每周去花钱 找一个一对一的老师上小课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 专业的指导专业的提升 那我觉得合唱是一个门槛最低 然后大家也感觉到的压力最小 同时你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的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 这个市场的空缺 也是这一类型人的需求 所以我就自己搞了一个 就我的判断也很对 我们团有很多就什么 什么Google的程序员啊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onair 我是Bianca 卓贤 关注中国流行文化的朋友们 相信都听说过彩虹合唱团吧 这支来源于上海的中文合唱团 以严肃的音乐形式 演绎有趣的原创音乐作品 一度红遍大江南北 如今在纽约 也有一支新成立不久的 中文合唱团 想要把中文流行音乐的魅力 在海外传播开去 在过程中 也给热爱唱歌的华人们 提供了一个兴趣驱使的 年轻活力的社团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 创立纽约新生中文合唱团的 阿尔雅和晨晨 来跟我们唱谈一下 这支合唱团背后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尔雅 我自己在互联网上面的 一个形象呢 是作为一个 非典型的艺术生 我自己从北京舞蹈学员附中 科班专门学舞蹈 到本科去到中文音乐学院 学习音乐 再到现在呢 我是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的 艺术管理专业毕业 同时我的全职工作 其实已经不在艺术行业了 在互联网公司 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做客这个播客 阿尔雅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吧 是一个纽约的新生合唱团的团长 对 我是这个创始人 可以这么说吗 敢说创始人显得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合唱团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呀 这个合唱团 是去年十月份 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成立的 然后当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 我自己的最一开始的想法是 我想要在纽约找一个地方去唱中文 因为我从小都大都在合唱团里面 然后当时就说我在网搜 我说我想找一个这样的团体 然后找不到 我能够找到的合唱团都是唱一些英文啊 宗教歌曲的 我会感觉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自己搞了一个 那我们在播客的后半段 我们再会详细的聊一下 阿里亚的这个 跟她的这个新生中文合唱团 刚刚刚阿里亚也提到 就是你的那个背景 其实非常的丰富 也有一点曲折的感觉 就是从最开始 是学舞蹈的 然后后来去了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后来再来了歌大 然后再转到科技行业 就是听起来就里面就很有故事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我们展开聊一下 你提到你一开始小时候是一个 舞蹈的专业的学生 我从小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真的就是很夸张 而且就是专业的学习 我小时候上的幼儿园都是 我是重庆人嘛 是重庆益校的附属幼儿园 就已经是个艺术学校的幼儿园了 那就是就是爸妈的推你进去学舞蹈 主要还是妈妈 可能妈妈有一些 就是感觉自己年轻未完成的一些心愿吧 就比较传统 特别经典的学艺术的故事 然后妈妈很喜欢 然后妈妈当时的想法也会特别的单纯 就是觉得学舞蹈的女生有气质 然后就很小就认去学舞蹈 对 从小开始学 然后一直后面就越学越专业 可能小时候只是在舞蹈队里面跳 后面可能有一些老师就会说 哎这小孩就是身材比例条件挺好的 因为你个儿长高了嘛 因为我们考北京舞蹈学员服中 其实有一套很严格的 就是量你的手有多长 腿有多长 就是这样的一套比例 所以我可能当 个子长起来过后 就会在小孩 同龄的小孩里面 大家都会觉得 哎你条件挺好的 你事后走专业 然后就慢慢走专业 当时也是 去考北舞挺难的 你要当地通过出师 还要去北京进行好几轮的这个筛选 其实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弱的 因为你小的时候 你没有概念说 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只知道我会这个东西 我学了我会 其实后面的一些选择 才会是说 自己真的发现了一些热爱吧 那你当时在这个中学里面 有说专注什么样的舞蹈吗 我们会学的比如说是传统的 就是中国的民族民间舞 什么歹族啊 藏族啊 当然这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审美下去 框建的这类型的舞蹈 其实不是很纯粹的什么 藏族舞呀 歹族舞 除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之外 还有的就是 我们学现代舞 还学古典舞 但是我自己读的专业 其实是音乐舞蹈综合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的课程除了舞蹈之外 我还有钢琴课 还有声乐课 还有合唱课 就是音乐的理论课 这也是给我之后 能够去音乐学院打下了一个基础 所以你后来是为什么选择去中压音乐学院 首先当然一个一定是考上了 然后还有 我自己会觉得比起学舞蹈来讲的话 音乐要快乐许多 首先它没有身体上的这个痛苦 学舞蹈是真的身体上很痛苦 然后可能我从小学舞蹈的这个过程吧 它始终没有启发到我 就是自我表达这个阶段 然后就是你哪怕跳得很好 你在哪讲 但是你还是就是在跳一些经典的作品 我可能舞蹈对我来讲 埋下的那个种子 就除了泪水和汗水 然后没有别的东西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接触到音乐 再加上当时学音乐的时候 不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 你的老师非常好 老师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老师嘛 他们会带着我们就是更加一些 偏向西方的快乐教育 所以我会觉得哇 如果我的生命里面能把音乐作为职业 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坚定 我如果有这个选择 我一定不会回去跳舞 然后一定是学别的 那你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是什么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是音乐教育 哦 这个也是你自己想要去选择的一个专业嘛 啊 感觉 感觉这个过程有好多将就 就是 是吧 没有 其实我自己最想上的专业是音乐剧表演 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剧 我家里的那个在Brawway看的这些play bill 就是落成山一样多 我应该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喜欢音乐剧 我自己也会去练习音乐剧的歌曲 我当时是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音乐剧表演 但是呢 当时在选志愿的时候 同时央音我考了音乐教育专业嘛 选志愿的时候呢 很难去抉择 因为一个是我自己内心真的非常喜欢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家里给到的那个压力 就觉得中央音乐学院肯定是最好 就是一定是最顶尖的 确实它是最顶尖的 它也未来给我开拓了很多资源 再包括我当时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音乐教育的时候 是全国的专业第一名 另两个offer其实都没有这么高的名次 然后所以哎呀当时就会身边就有很多的声音啊 说你来这边上学你可以得到的关注啊 各方面都不一样 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音乐教育 但实际上我对音乐教育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理解也没有感受的 我更想要去做一个音乐剧演员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要出国呢 这你没发现就是 其实我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话就是一步错 但是也不是说 其实没有步步错啊 就是我还是在用自己的一些努力呀 或者说去又让这条路变得很适合我 就是我虽然不喜欢音乐教育啊 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喜欢 因为不喜欢教小孩 我们这个专业学的很多教学法 那真的就是教制造K12 就这些小孩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啊 我跟他们有什么好交流的 然后我不太喜欢跟他们交流 所以我当时考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哎我从小都在异校里面待着 我想要去一个综合类的大学 就这个大学有很多其他的专业 我可以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 所以我当时申请研究生的话 我第一步其实是考的GRE 就我作为一个艺术生 我直接先去考的GRE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上什么专业 我就说 我说先把这个考试拿下 然后我就考了 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后面发现 OK我要在什么哥大呀 纽大呀 就是我这些比较喜欢的学校里面 去选一个专业的话 我才开始选 我选的这个过程我发现 哎有一个专业叫艺术管理 然后我看了他的课程 我会觉得这些课程 如果学了的话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当时看到的什么 艺术的一些市场经营啊 然后什么筹款啊 然后好有一些就是活动策划 by the way 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 因为没有选择音乐剧表演这个专业 我在中英音乐学院室当的 这个音乐剧社团的社长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 就因为自己爱好做了很多的 实践的尝试吧 组织很多活动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 哎我说这些课我要是学了 我做的那些活动 肯定会做的特别好 就我要学了筹款 我那个活动就会更有钱了 我现在都没钱做是吧 其实就是本着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动力 我就说我说那好 我要考艺术管理 那你就是在各大就读的过程中 你有就是想过说 我最理想的毕业之后的职业或者行业是什么 就现在就到了 为什么我会在互联网 在科技公司 来 就是怎么说呢 我在国内感受到的艺术市场 和在美国 在纽约感受到的 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可能这跟不同国家发展的 这个阶段有关 中国大陆的话 它会 我感觉是不是这个经济水平 没有好太多年 就是可能也就近我成长的这一二十年好起来 所以呢 大家对于艺术这个东西是没有去魅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 只要跟艺术沾边的东西 它就应该非常贵 所以我自己从小学艺术的时候 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跟老师上课 我自己在本科学习 当学生的时候 我出去带课的话 带小朋友的课 我是可以收到一个小时 三百五人民币以上的 我会觉得 你看我搞艺术 就是一个好像非常舒适的一生 你看我就出去上几节课 我这一周的生活费到手了 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我会很开心就学生请假了 我不会觉得我少赚一点钱 我会觉得我今天可以出去玩了 就非常非常的chill 但是我来到这边过后 我会发现 其实你要说是哪怕朱利尔的教授 他肯定一节课也就只收得到200美金 就是更多的人可能都还在一百刀以下的 对比一下纽约的这个消费水平的话 你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怎么好像在这边 艺术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好像大家是被对这个东西去魅了 然后消费水平也好 各方面 然后我可能作为一个纯粹代课的学生 不太一样了 然后再加上我学的艺术管理的话 我最开始也是到处去做一室实习 整个艺术生态非常的toxic 可能80%到90%的工种 实习工种都是没有钱的unpaid的 然后如果就算是有钱的 我当时很努力的找了一个机构的工作 一个实习 他说是一个月给我500刀的stipend 然后一周要到办公室25个小时 过五关斩六将 native speaker都聊不过我的情况下 我拿到offer了 然后我到办公室的第一天 签那个agreement的时候 给我改成350 然后说我只能发这么多 然后这不是说我一个个例 就是整个艺术生态是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我说从小到大 就是这么多对艺术行业的积累 其实是不被需要 还有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是值钱的 我曾经值钱过 所以我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我可能那个时期 我可以干那三个月 但之后那个老板跟我说 说你要不要暑假继续来 我说不 不要 你去找别人吧 所以我从那个之后 我就决定 我不要在艺术行业里面做工作 就是我不要让我的 full time工作 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才开始说 去找一些别的行业的工作啊 很现实 就是你同样 比如说你做marketing的工作 你在艺术行业 那可能就是十分之一的payment 然后你放在任何一个 其他正常的行业里面 你都会得到就是 是理所应当的对待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 是具体是怎么样的 智慧 我做了大概半年的 intern 转得正 但我现在的公司是在 就是这个叫web3 区块链行业 然后我的工作 其实从最开始是 还是marketing视角的 写内容 然后做一些设美运营 然后但是到后面的话 因为公司架构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你就一人多职嘛 然后进步啊 然后包括你能够 学到的内容 你可以触及到的 公司内部的一些决定 就会其实又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 更加偏市场商务这块 然后同时兼顾marketing的内容 还会再做一些产品的设计 真的就是非常丰富 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工种 那你有遗憾说 就是你前半生 前半生都是艺术生 或者说艺术人士 艺术家 那现在在一个科技行业 虽然赚的肯定就是 不能够成正比的 跟艺术来讲 但你会有遗憾说 自己不在艺术行业吗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我并不觉得遗憾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自信 就是我学到过的那些 那些知识 我对他们的理解和运用 是可以触及更加深远的 艺术层面的 我可能从小学舞蹈 你让我现在出去 在舞台上 像一个专业演员一样的跳舞 我是不可以了 因为我太久没有练了 但是我并不觉得 如果说明天这块要排一个舞剧 我去当这个舞蹈的这个director 我不可以当 我觉得很多的我的艺术上的一些背景和经验 它转换成了不是只在肢体上 或者只在舞台上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 自己不管是音乐 还是舞蹈层面 还是音乐剧层面 我都特别自信 任何时候我想回来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状态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的合唱团成立 就是成立在我在加入区块链这个行业 半年的时间 我成立的合唱团 就是反倒就是你跳出了那个 就是你天天被困扰 就说哎 为什么学的东西没有办法被使用 是吧 当你在就是很困扰的这个过程中 你反倒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你看到了一个新的需求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 你学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一刻 聚集起来 然后响应出来了 提供了一个 我觉得是对 我自己的艺术生涯也好 所有的学习和认知也好 更好的一个反馈 对我刚才就有想问说 就虽然你在转行 转行时间也没有很长 但是感觉也像是一个 你在给自己过去的背景的一个交代 而且也是你 你还在热爱着的 并且你熟悉的东西 所以更像是个衍生品 这个合唱团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合唱团 你刚才有简单的讲到说 你是因为看到这个需求 所以就是创立了这个 那我还想就是知道一下 其实你在里面的身份是 就是应该蛮多不同的东西要做吧 就是你是做指挥啊 然后我还看到 你有就是写歌给这个合唱团 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一人分事多绝这样 因为这个合唱团 我就是没有请任何人帮忙 就是所有你看到的展示面的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我 当然有一些宣发上的 比如说做的那种小视频啊之类的 我们在合唱团第二期的时候 我会就是在团内就是呼吁一个宣传委员 因为他们会抱怨说说 团长你是不是太忙了 我们宣发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对但是基本上 比如说所有的策划 租订场地策划演出 每周排练也是我在排 然后这个写曲子 如果不是我自己写的曲子的话 不管是购买曲子的谱子 还是版权 还是我去找作曲家 去给我们进行一些编排 也都是我在协调 里面出现的那个 就是原创的歌曲 那个其实是我 四年前自己写的一个歌曲 就也算是我以前也有一些积累吧 对但是现在确实是因为这个合唱团 反倒把我以前 很多学过的技能 但是可能疏于练习 或者我自己根本也不想去练习他们 然后呢 因为这个合唱团 因为我要教大家 我要带大家 我要 我希望这个合唱团有一些 不是总唱别人的歌 有一些自己的歌 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些技能给捡起来 包括这块 这个琴也是我前三天买的 就是我已经开始练琴 又开始写曲子 就为了说 以后可以让合唱团的内容更丰富一些 这些都是为爱发电的行为 以后要次之买那个钢琴啊 然后没有 其实我自己就像我前面会抱怨到说 艺术行业的这个无常 所以我其实是比较痛恨 无常的去做东西 因为比如说我们合唱团还会请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我都是给钱的 而且他们其实拿到的薪资是比在学校里面 给老师堂钢班要高得多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们是会收团费啦 对我自有注册 所谓就是说有一个公司啊 然后大概去走一下这个流水 但是终极目标没有以盈利为目的 只是说你想象一下合唱团这个东西 大家又不是专业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先决的东西放在这儿的话 大家很容易就懒惰掉 就不来了 所以我是会按照一期一期的去策划 给大家收一个团费 然后呢这个团费会支持我们去做 一个是租更好的场地 还有就是去买音乐 这也是可以保证我们合唱团的音乐的质量 会比较好的原因 因为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on pay的一个过程 你讲说当我要去找作曲家去写曲子的时候 编给我开价 讲说三千四千 那我可能就会说 你说那我去找一个五百的吧 是吧 因为我没有经费 但是我现在我可以去筛选作曲家 哪样的质量更好 我可以去提更多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做艺术就是不能怕去提钱吧 对你把它当作一个每周weekly的一个活动的话 那大家来参加活动 所有不管是租金还是干嘛的 就是要维持它运作下去 并且是一个好的生态 是需要钱的 我自己会大胆的就去跟他们说 对所以其实不是说完全无常 但是没有意义 说我盈利为多少目的 因为我们的团费 在纽约来讲的话 就是就是低到可能地板价 方便透露一下吗 方便透露啊 我们一次单场的活动是两个小时嘛 然后但是平均到人均可能不到20 一次是排练一次20吗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能按照排练来算嘛 因为排练之外还有别的费用 然后我们之后还有一个大的演出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在前期 把这些东西全部算好 但只是说大家会方便去理解 比如说我这次有15次排练 最后一次演出 他们会倾向于说 我除以15 那我单次多少 会这样去算 但其实我是不接受单次收费的 我们都是按照一期一期的这样来进行 三个月的这个排练 然后一个人收200 就是收一个团费 那其实也还好 我如果就是知道 今年秋天我演出 那我200块团费 我就参加这么多次排练 然后有个演出 那这样还是就是 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 一个收费 没有 因为我们团员甚至都会跟我说说 哎 说是团长你要毕业了 这个合唱团的收入能维持你的纽约吗 你要不多收点 他们都会好走了 好可爱 那我们就想要听众就是再深入了解一下 这个合唱团 所以我会在节目里面可能会放一个选段 也想了解一下 比方说一次的演出的话 你们会这个合唱团大概是维持在多少个人 我们第一期合唱团是30个人 但是当时我本身的预估是 我给了他们一个价格 说哎 谁来15个人我就回本了 结果报名报了30个才 以至于我有额外的 但是我其实也是协调的比较好 我把这额外的差不多也花进去 第二期的时候 我们报名是报了59个 但是最后我只收了可能前50个吧 因为我会觉得人有点太多 确实实际上是真的有点太多 每次排完练我就觉得自己 一个周末就废了 我们排练是周五晚上 我就觉得一个周末我都起不来床 就是你一直都在 你调动起来50个成年人 那是一个特别特别费精力的事情 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合唱团 是30出头第三期 如果在9月中下旬 我们想再做新一期的话 我会希望平衡在30多个人一个团 如果假如说报名又报到 假如说60多名 我可能会把它split into 就是两个团这个样子 我有看到你的那个招生海报里面 有写说就是 没有这个audition 就是没有面试 所以是就是来者不拒嘛 他们就是唱的怎么样 你都会收哦 哦对 但是你知道因为我非常有自信 就是我特别会教 比如说我们团 这一期 我们团从第一期开始 就你你拿audition 一定就是会有跑调的 但是这可能跟我在央阴学 这个音乐教育的时候 所受到的那种教育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当时学习的东西 不是说我学的技能 是去培养艺术家的 我们学的东西是为了普及 大众音乐教育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教学方法 教那些幼儿园啊 或者说这是普通一个班里的 传统的音乐课 最普通的音乐课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会受到的 很多的教育 就是这也是我对于艺术 或者说对于音乐教育的一个认知吧 就是你在一个班里面 是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小孩的 就不管他是多动症 还是怎么怎么着 或者说他有一些天生的 甚至有一些弱智群体 就是这种小孩 每个班多多少少你都会遇到 那我们是不可以去忽视他们的 所以我自己算是被磨练的 还挺会教 我自己可以自信到 就是你音准完全找不到边 我也能给你抓回来 在这个合唱团里面 我们还会除了常规的这个排练 还会有一些optional的小讯 比如说在周末 然后这些都是不会再加任何的费用 就如果班里有真 整个团里真的有人一直在跑掉 然后他一直就不太OK的话 然后我会给他们私底下加练 大家也能感觉到那种成就感吧 就是我们从第一期开始 就有一些音准啊 各方面有问题的人 但他现在唱到第三期 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一个人 他要想要进合唱团唱歌 那这么一个热情是不应该被他跑掉之外的 这种这些事情来阻碍掉的 所以我们是non audition 还有就是我最开始成立合唱团 其实也是为了响应这些人的需求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最一开始发的第一个post 就是怎么把这个团招起来的 当时就是一条post来了一百多个人 我觉得这个需求是需要我去响应的 如果我去做一个需要面试的高精尖的团的话 我不觉得这个市场需要我 那你有了解过说这些人为什么想要加入合唱团吗 就他们是自己很爱唱歌啊 还是就是以前有合唱团的经验啊 就我当时创立合唱团的这个初衷 其实是我当时已经在纽约参加了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theater production 基于学生来做的一些音乐剧啊 话剧啊干嘛的 我有进去当过演员 我有进去当过作曲 我也有在里面做过vocal director vocal coach这些东西 就我在那个过程中发现 就是很多的那样的一个production 做的非常的专业 但是里面很多的人他都不是专业出生 他就是纯粹的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可能是央阴的北电的 以前都是学艺术的 但是为了他可能在美国 是吧他为了留美 方便找工作 他们会去转码 然后他们会去做数据分析 然后他们为了留下这个签证的话 他的工作种类确实就在这一类 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 你知道很多人他有这个需求 他在那些production里面 他做着onpay的工作 他非常的快乐 他跟我的视角不一样 我是搞艺术的 来这儿搞艺术不赚钱 他是他做着一个赚钱的工作 他来这儿onpay搞艺术 找到一些可能共鸣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那肯定有很多人 他们也想唱歌 但他的这个兴趣爱好 可能不支持他每周去花钱 找一个一对一的老时尚小课 然后他也不支持他能够去参加一些audition 可以得到演出的机会 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家唱 或者在KTV唱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 专业的提升 但我觉得合唱是一个门槛最低 然后大家也感觉到的压力最小 同时你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这个市场的空缺 也是这一类型人的需求 就我的判断也很对 我们团有很多就什么 什么Google的程序员啊 然后这个就全都是这样的 然后甚至于一来排练啊 四五个人来了 因为他们四五个人都来自一个公司 就是下班一起来的 对 真的是这样 你有了解过他们年龄的组成是怎样的 年龄的组成我觉得跟我都差不多大 比我肯定普遍有比我年龄大一些 你多大 我今年年底满二十六 普遍我觉得可能在三十上下浮动吧 嗯 说程序员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的 数据分析啊 做做金融的 我觉得程序员比较多 尤其男生里面 女生可能搞这个搞那个的都还有一点 对 我们我们团还有就是 在团里认识了过后 然后周末经常出去玩 唱K呀 摘草莓呀 就他们自己会组出去玩 然后但是我都不在这些群里面 我会觉得保持一点 作为团长的神秘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就谈恋爱 然后现在马上有结婚的 然后都是 就是因为这个团吗 对 我觉得他们应该请 婚礼应该请我们去唱歌 哇 这样子呢 那你应该做他们证婚人什么的吧 对 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community 然后真的就是大家会互相成为朋友 对 这个的确是讲到点上 我就想说你 你跟像是提供了一个 就是一个社区 给他们就从不同的职业 但是有相同的这个憧憬 跟爱好的聚在了一起 而且定时的聚在一起 我感觉这个会是一个很很强的 如果一直做下去 会一个很长的连结 是的 真的是会有 而且我们也会出去有一些演出嘛 当然现在目前我们的演出都还没有到说可以收费的情况 对 但是大家也都在这个情况下不求回报 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很好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可能除了钢班老师之外 没有一个人是只搞艺术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纯粹的艺术家 包括我自己 但是大家的这个氛团啊 就是觉得也没有压力 没有什么功利心 大家一起唱唱歌 然后演演出 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叫来看一看 我们演出也不卖票 就是还挺和谐的 感觉回到了就大学的兴趣社团那种感觉 是的 是的 只不过大学的兴趣社团 你要找学校批这个资金 或找外找赞助 但我们现在可以自己 self-funded 自己去让它可以转动起来 但我觉得目前来讲不是太好的一环是 我在未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演出里面get pay 就比如说我们真的可以去售票 卖门票过后给大家分一些钱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合唱团还是有点以教学为核心 虽然这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就是把大家组起来 一起来唱歌 但是只能说我还是最专业的那个 然后大家真的都是五花八门的 哪来的都有 那只能说我为了把它组起来 我必须来教 我必须把它推动起来 所以形成了好像是以我为核心 但是我未来还是希望 就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就是说大家都不用交团费了 我们有外来的资金 可以资助我们去运作 对我觉得那样可能是 我更加期待的一个状态 那么回到合唱团的这个组成上面 你是怎么样划分它的音部的 声部吗 对对对声部 这个地方要打破一点 就大家的常识认知 我们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 就他们会问我说 说啊团长我觉得我唱不了那么高 我得唱女低 然后不能是女高 但实际上合唱里面的声部划分 还是以音色为主 就是听你的音色的这个质量 判断你是高还是低声部 很难说很少有说 我去看你的这个音区有多高 是吧 不管是难高难低 除非就是难低 它会有极低的情况 因为它要唱一些和弦支撑的低音 那是无法回避的 就得到那个位置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声部 其实最多差不了特别多的音域 所以还是会以 就是大家一起唱一唱 我会去听 然后我现在还是能做到那个敏感度 就是说我一听 就大概知道你是可能中声区比较实 还是说你相对往上浑声 假声的地方 音色会更好一些 对我基本上是会按照音色分 然后还有就是女高和女低 女高还是尽可能更多是在选率上 女低会更难一些 所以如果说女低的人太少的话 我会找一些女高 然后她们音准比较好的去帮忙唱 对就把它分到女低 但是还是要尊重大家的意愿 那有中声部吗 我们现在唱浑声四部的话 基本上就是女高女中男高男低 这样四个划分 对 但是有的时候曲子比较复杂的话 是一个声部里面也会分出 两到三个小声部 去唱一些和弦 所以我们第二期也就是 今年五月份的那场演出 演的一些曲目就真的特别难 那都是专业团唱的 对但是大家也都能够唱下来 非常棒 那就表演之前你会安排排练多少次啊 我觉得考虑到多少个曲目 比如说上一次我们的专场 也就是我们第二场专场 为了保证就是曲目足够的情况下 我们是一共排练了17周 一周是两个小时嘛 然后也就是说17次排练 最后我们应该是唱了六首新曲子吧 所以平均下来我自己会算一个三到四周一首歌 虽然我是分开 不是说一首歌结束再开第二首 可能会同时有三四首歌一起排 但是我心里的预期是大概三到四周一首歌拿下 对所以如果我们是12周的话 那可能会是三到四首 然后15周我们可能是四到五首 那你都会教他们什么 就是从最基础的 从最开始的练声啊 开嗓啊 每节课还是都会有一些十到二十来分钟吧 然后接着就是可能曲子 我们曲子会分声部 每个声部都会学到 然后学到了之后会有合唱 就是大家合在一起的部分 然后但是像新的一期 现在第三期会加一个新的部分 那就是对于节奏的一些练习 我们上一期唱到七美帝那首歌 然后我们就发现音准都对了 但大家进不来拍 就是音乐的律动性不够 就那种稍微弱起拍比较多 或者一点比较爵士风的 我们就唱不了 然后所以我就会现在 每一次都会加一些节奏啊 变奏的练习 这个东西会是涉及到一些 就是你不是完全坐在椅子上的 你会就是在教室里面走来走去 这也是受益于我以前学音乐教育的时候 有一个音乐教育体系 叫达尔克罗兹体系 然后他们是身体律动啊 这方面去学习音乐的一个门派 对所以我也会用到一些这些技术去教他们 等于说你你四年本科的那个专业 完全就用上了 完全用上了 就是你都不敢 我自己都没有敢想象就是 哎怎么能那么有用 比如说我小时候练习弹唱 一个歌曲 可能它根本都不是一个唱歌的歌 它有四个声部 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让我们认中 就是你嘴唱认中一个声部 然后手弹另三个声部 然后你的眼睛就是四个声部 这样同时试谱 我那个时候最讨厌这个练习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说没有一种艺术形式会要求你 嘴里唱一个声部 手上弹三个声部的 是吧 我当时就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我现在在带合唱团的时候 我发现太有用了 就你嘴上可以带着一个 最不靠谱的声部去唱 然后你手里可以把 另外两个同事在唱的声部 也给它弹着 让它听到一个响 对这些其实都能用啥 包括我还有学过 我们当时也都学过合唱指挥 所以我当他们指挥的时候 不是说就瞎毁 我也是知道技术的 教学法呀 还有就是各方面都能够配上用处 我觉得太巧妙了 对包括我现在学的意识管理嘛 我能把这个活动组织起来 我有的时候经常也会翻我以前 就是现在学艺术管理的一些 课上的slides 就比如说一些什么筹款呀 marketing呀 这些内容我都会翻回去 就去看一下 你之前的所有经历 都对你现在这个角色 跟这个团很有帮助 很合适 感觉你就是天选之人 对 你知道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跟着朋友去算命 然后人家那个算命的就跟我说 说我在两年前做的一个决定 实际上是不对的 就是让我从一个非常开心的 无忧无虑的人 变成了一个非常 有很多思虑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我当时心里都在想 两年前那不就是来留学 这个决定吗 然后其实能够对应上 因为我来留学之前 我其实是可以本校保研嘛 而且我本课读的这四五年 我也是一点忧虑都没有了 因为我从建校就是第一名 是吧 这个专业对我读起来 就是我觉得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是我不会的 然后那个算命的也说 说虽然你做了一个不好的选择 但是这一切在去年的十月份 得到了一个解决 哇 哇 然后我当时在想说 我说那十月份正好差不多就是 一个是我入职了我现在的公司 虽然当时是实习生 还有就是我成立了合唱团 我说果然 我说这个非常准 诶这算命可以这么准啊 那十月份都能算出来 他就是我也不知道 那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他就跟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面对面说 哇 而且他也他那个收费 这个就是外话的 他他没有确定的收费 他就是说你必须得给 但给多少是看你 所以我当时就是他给我打了 大概三四十分钟的电话 然后各方面我就觉得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东亚人的 这个心理咨询 其实就是算命 然后我觉得算命可以比任何西方的 心理咨询都好使 就是他把我的很多东西都消解掉了 然后给他打了两千块钱 谢谢你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没有打了 吓死了 所以找算命是在就是国内给你算命 对我朋友跟我说他们是一家祖孙三代 都是这个算命师 然后对 好奇 然后另外想要聊到就是其实 你们这个合唱团也不是我们传有意义上的合唱团 就看你们选曲 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大部分是流行中文歌的这个选曲嘛 那你在这个选曲上面有什么考量吗 其实第一期的时候是有外文歌的 然后有一个Seasons of Love 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音乐剧Rent里面的 然后但是到后面我会觉得 还是唱中文歌更有感觉 当时我们第一期唱了吃乐歌和大鱼这两首歌曲 我最后有收集大家的这个feedback 说最喜欢的歌曲排一个名啊之类的 我会发现大家就是其中就喜欢这两首 因为我们又不对外卖票嘛 所以我还是满足就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唱歌的那种 更加美好的体验为主的 所以我会选一些 比如说像蒲公英 在别康桥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合唱作品 就是很优秀的是为了写合唱而写合唱的作品 这些作品其实我们可以在里面 就从技术上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也是文化上也更有共鸣嘛 比如说就是这种唱中文的这种感受 如果我回到北京 我肯定就不会开一个唱中文的合唱团 那大家都来唱音乐剧吧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唱中文的这个 这个点其实就要体现在这些选曲上 然后所以里面我不会去找 一定是不会去唱那些传统的合唱团 要唱的什么这些宗教歌曲 练习曲我都不会拿那些来练 然后我会围绕着就是 我认为中文更加能体现中文韵律的 这些中文歌曲 还有就是能够大家能够激起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比如说我自己的那首原创 我当时是在疫情的时候 武汉的那个医生 李文亮医生去世 我是为了纪念他写的那个歌 然后所以我会认为这是一个 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 去讲勇气 去讲就是抗争 就是那种感情 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年轻人 可以去共鸣到的 所以那是我为什么选那个 我自己的原创进来 对大概就是会围绕着一些 现在发生的事情 还有就是也平衡一些作品的艺术性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选曲 然后从成立到现在 你们已经有几次的演出了吧 两场专场是以我们自己发起的 还有一些被邀请的演出 比如在歌大他们的新春的一个音乐会活动 还有一些当地的Dragon Fest 它也是我朋友在里面做的 中华美食文化街是吧 然后我们也会去演出 就是其实有收到一些邀请 包括NYU的那个Gala 今年夏天五月份的那一个 有邀请我们 我们有排练 但最后其实就是呈现的效果 不是我太理想的 我就会句调 那专场的演出 你都是怎么样去宣传 来吸引大家来看 然后你又说不收费 对就是不收费 其实有一点是因为 有一些曲子我会 怎么说呢 我以前没有学版权法的时候 我会觉得怎么着都行 这是一个谱子 我从我朋友那块拿一个复印版的 我就在这印了 就是我在歌大我们学了一门课 学了这些法律 学了什么copyright 这一系列的东西过后 我就会觉得 我说哎呀 其实以前做了很多违法的试评 包括也要保护艺术家的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 不管是购买的谱子也好 还是说找作曲家去写的一些 授权的一些谱子也好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 它只有使用权 如果你要进行商业的演出的话 那是应该是另外的价钱 但是只能说 如果我真的就是收门票演 也没有人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我会觉得就没有必要去 刚起步就深陷一些纠纷吧 万一你遇到一个作曲家 他比较事儿 他来告你是吧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哎反正那个门票钱 其实也收不了多少 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 做一些卖门票的活动 也真的收不了什么 我就算了别收了 对然后做合唱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是 合唱首先演的人多 他们的亲朋好友一加上 所以其实这个演出的人气 是可以保证的 在家我们也会做一些宣发 我自己的朋友圈就有1600多号人 我就会罚 我就说赶紧来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朋友的朋友 他们或甚至一些老外 我们还有一些外国人 做观众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 这一次的演出 要给他们翻译一个英文版的 Larius 对 那来多少人啊 比方说最近那一次演出 我自己没数 因为我 我得在上面指挥 我没空去数 但是我觉得没有100 也有80 90 你有了解过他们 就是演后的 他们给的反馈是怎样 演后的反馈 我觉得第二期肯定会更好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 因为我们做了 合唱团做了一个Instagram 虽然我也不发 但是就有人就会 at你嘛 mention到你 然后发一些 就是in story之类的 我会看到有很多 虽然他们可能还是 合唱团员的朋友为主 但是会有那种comment 就是说 哎呀给我听哭了 我就好好听啊 就类似于这种 对我看到还挺开心的 然后也有我的一些真正就是 在纽约做艺术的朋友 他们也会说去听一听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是听了我们的合唱团 然后说 哎下一期什么时候开 我要来唱 然后真的现在就在我团 团队里面 哇 所以我们聊一下 以后的打算吧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每周五下午排练 所以你等一下 是要去排练的吗 哦是的 七点 哇 每周都是吗 雷达不动的 哦 其实我特别想休息一下 我们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没有放过假 准确的来说 从我来纽约上学 九月一号开学 二年的九月一号开学 我到现在 我没有休过一天 所以我这次合唱团 是八月三十一号演出 演出完之后 我应该会给自己 二十天的一个假 但你知道 这就是做合唱团 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走无调 就他一周一次 其他人都可以请假 出去一个trip 然后我不可以 那你有想过说以后 会想要一直做下去吗 或者说有什么 就做大做强的愿景啊 因为我看你们好像 有在招就是其他的团 就是小孩子的团 其实有一个 这个还是个人选择的原因吧 我自己的工作 实际上是很灵活的 就是我去到全世界哪里 这个工作都支持我 可以工作 然后我自己的性格 其实我特别理想的生活是 可能我就住在巴黎岛上 然后每天出去冲冲浪 然后干干啥的 就可以了 我自己是比较 希望我可以生活在 更多的城市的 但是怎么说 这个合唱团被我建立起来 而且现在其实 没有办法脱离我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 还是以我 甚至可能以我个人的 personality 很多东西为中心 去构建起来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一方面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特别希望长久的做他 但是我也不太能够接受 因为他而 只能待在纽约的 这种一种生活 所以我自己 为什么说 想要开更多的团 一个是为了说 如果我真的留下来 做这个事情 我希望他能够做得 更大更好 就是financially 还是可以support 我自己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 想要把它做大的 另一个私心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还是很希望 就是能把这个团 就是以新生 作为一个像厂牌一样 把它的这个气质 往上再拖一些 是可以脱离我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从一个 更上 更广的一个层面 去把控它 而不是说 我只能每周 一定要去参加 这两个小时的排练 因为我会觉得 那样的话 它跟我自己的 个人的意愿 有冲突的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保证 它持续地做下去 未来我希望 我可以 可以做到 就是顾老师来教 然后 对 然后我自己可能 但是我现在 真的还在构思 这个事情 我也很热爱他们 但是人生 你就是 你只能活一次 然后你要去平衡 你自己很多的想法 和愿景 还有 我可能除了合唱团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 想要做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还是值得期待 但是一切都要看 我自己的个人能力 可以把它运营到什么时候 那现在起码 还有八月份 这一场 是一定要进行的 对 八月份 这个是一定要进行的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还是 特别倾向于 想要把它做成 网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去做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要拓展 一些其他的团 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团的话 你很难做成一个organization 但如果我可以 就是从合唱为中心 拓展到其他的歌唱类 甚至于把很多 其他的艺术形式 不管是舞蹈 还是戏乐 都可以这样一个 建造出来一个 华人的艺术的 年轻的community 如果我能把这个东西 建造起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变成一个 non-profit的 一个organization 我可以去申请funding 是吧 我可以找人去 做捐款 donate 而不是找他们 去收团费了 这也是我比较理想 想要做到的 一个状态 嗯 我就很期待 合唱团的未来的走向 我也会继续关注你们 好 谢谢 谢谢 我可能最后 想要传达的一点 是什么吧 就是我觉得 我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把合唱团 做起来 还是跟我看待 艺术的这个观念 有一些变化 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对艺术这个东西 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越发的去魅 我以前小时候 因为我学艺术学太早了 我会觉得 艺术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我会觉得是艺术选择了我 我是艺术这个大神 就是一个server 就是我是为了他而存在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会有很多的 做艺术的解癖 包括我相信很多在纽约 做艺术的年轻人 他们心里都可能 多多少少会有 这样一个解癖在 但是我到最后 我能放下来 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个 男的生的合唱团 我觉得我能够从 那样的一个视角 走到去 能够去开一个合唱团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其实是有一个 很大的心态的 角色的转变的 为什么纽约有那么多的 年轻的 他们可能技术比我好 钢琴弹比我好 唱歌比我好 但他们都没有去 创建这个东西 我自己的判断是 很多人他会觉得 这个东西有点低端 就是合唱团 这个东西有点低端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说 我要去做一个歌剧 我要去做一个音乐剧 我要去当导演 我要去当producer 而他不要去当一个 普通的音乐教师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出国留学的 一个核心的观点 就是我不太看得起 我以前学到的 那些知识技能 我觉得我学了艺术之后 我不当歌唱家 我去当老师 是一个走下坡路的 一个选择 就是我还是 我觉得自己应该很高贵 我搞艺术的 然后但是后面 你会发现 就是当你转变了 这个观点 去看它过后 你会发现 你面临着这个世界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作为一个musiator 所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更广阔 这可能是我最后 想要传达的 我见过很多 我的朋友啊 同学啊 他们其实比我 再大一些岁数 他也还是会觉得 哦对 我很穷 我穷疯了 但是我不想去赚那些钱 因为我觉得 我是搞艺术的 然后但是我感觉 我可能自己是受益于 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变化吧 我非常欢迎 如果有更多的 跟我一样 有艺术技能 然后的这些同僚们 能够跟我一起去 做这样的事情 呃 新生合唱团 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可能整个 在纽约的华人的 艺术的文化 各种生态 也会做得更好 而不是说像现在 都非常的分散 就能看到一个一个 以艺术家为中心的 这个studio 但你看不到一个大的生态 你看不到他们的合作 嗯 很好的一个结尾 那我觉得Aria 你很厉害就是 你在这么忙的一段时间 就是毕业 然后找工作时间 都还能就是 坚持创立了一个组织 然后你的社群 你也是非常活跃 然后还做播客 你非常motivated 你自己的自我的驱动性 好强啊 我就有点闲不下来 就是可能是家 我爸这次毕业来看我 来纽约看我 然后他就说 他说 他特别感动 他感动的地方就是说 他说 我感觉看到了年轻的我 他说 如果我是二十几岁 不是在国内 我爸当时是去广东嘛 就是从内陆到广东 去改革开放那一波 他说如果 我好像看到了 当年的那个我 只不过我是去广东 你是来到了纽约 他说我每天忙的那个样子 他说如果他年轻来到纽约 他也是像我一样 然后就是一天都停不下来 我就觉得我脑子里面 有无数的想法 然后无数的事情都要去做 那你以后是想要留在美国的吗 我不太确定 我还是更期待就是说 如果我一定要在纽约 或一定要在美国的话 我有真的事业在这边做 我能够看到他一步一步 做得更大更好 不然的话 我不觉得我有必要留在这 因为我和尚团之前 我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 说我要留在美国 留在纽约 但因为和尚团的团员 会不停跟我说 甚至我团员 想让我去加州开一个 因为我们有 大概五六个团员 他们因为工作的问题 从纽约搬到加州 他们都跟我说 他说赶紧的 你赶紧来 赶紧给我们开一个 我们没有地方唱歌了 然后又觉得 就你被需要 这个被需要 会推动着你去把一些 本来你可能 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要把它弄清楚 对 但是这个东西 就让我很纠结 对我每天都在 无限的纠结 然后很多很多的options 然后需要去选择 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度过 对 所以你其实还没想好 没关系 要慢慢想才刚毕业呢 对完全没有想好 但我也非常期待 就是我现在给自己 定的要求是每周要 除了自己录播客啊之外 我还要出去 就是有大概 两到三个coffee chat 就我就很希望 有一些同龄人啊 各方面的人 给到我一些 就通过一些聊天 把未来的路径 梳理得更好的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 世界有内尔播客 目前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Pocketcast Radio Public 尽可收听 欢迎在各平台 追踪我们 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 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 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 邮箱地址 请见节目详情页面 期待看到 你的来信和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